有時候媽媽會買那種水果罐頭 小朋友做點心 然後我們其實還有一個 也是偷懶的方法 就是我們可以先把裡面的水倒出來 因為我們要倒出來才知道 它有多少水 妳這罐是什麼 這個是果凍 超大果凍 果凍 原本的水果罐頭變果凍 然後我們先把它的水倒出來 知道多少水才知道 多少的果凍粉或洋菜粉 或者是那種吉利丁都可以 然後調好以後 就是溫熱水 就是把它稍微加熱 它變成溫熱以後調好 再把那個 它裡面的水倒回去 這個也可以吃嗎 這可以吃